本影片內容將提供大家了解 如何從Final Cut Pro 7認識Final Cut Pro 10 快速而確實的清楚知道Final Cut Pro 7的實際用法 就能夠在Final Cut Pro 10作業環境中輕鬆上手使用 第一篇 你知道媒體檔案儲存在何處 當每次啟動Final Cut Pro 7時 啟動畫面結束之後 就立即出現所有賓集視窗 相信各位就開始準備進行後期剪輯作業 但是在實際的使用流程上 應該是怎樣操作呢 如何在Final Cut Pro 7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同時做相關的儲存設定 在我們過去Final Cut Pro 7的教學 課程上會教學員在啟動Final Cut Pro 7進入到編輯視窗之後 第一個步驟應該是先將這個專案命名 並且同時做儲存的程序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因為媒體檔案儲存的相關檔案夾名稱將會以這個命名作為檔案夾名稱 Final Cut Pro 7的專案檔是不會儲存任何媒體檔案 基本上只儲存編輯過程的各種參數資料 另外只包含圖像檔案像是JPEG、PNG等 因此在對這個專案做好命名儲存之後 通常下一個步驟就是設定媒體檔案的儲存路徑 到選單列左邊的Final Cut Pro點按之後 出現下拉選單選擇系統設定 然後就會出現系統設定視窗 在第一個標籤項目儲存磁碟 就是設定接下來擷取匯入媒體檔案 以及預覽算圖媒體檔案等相關儲存路徑位置的設定 記得順便勾選指定的儲存設備路徑 同時取消原本的儲存路徑 這樣才能儲存在指定的儲存設備中 按下右下完成 就繼續接下來的剪輯流程 在Final Cut Pro時要怎樣設定儲存路徑 在啟動Final Cut Pro時之後 通常新增一個新的編輯專案 就是新建一個新的資料庫 所以到選單列檔案新增資料庫 就會顯示資料庫命名與儲存的工作視窗 接著命名資料庫名稱 然後選擇要儲存的磁碟位置 按下右下角的儲存 回到資料庫瀏覽區就可以看到剛剛新增的資料庫 等一下 為何Final Cut Pro時不需要再做儲存路徑的設定? 這是因為剛剛的程序也包含了媒體檔案的儲存設定 也就是說原本應該要另外做儲存設定的部分 已經整合到剛剛新建資料庫的步驟中 讓使用者在整個設定過程 就同時完成原本就應該要做的幾個設定動作 同場加印 如何在Final Cut Pro時做媒體檔案分散儲存設定? 先選擇資料庫瀏覽區中要做設定的資料庫 在選單列選擇檔案資料庫資訊 在右邊的參數欄位就會顯示該資料庫資訊 選擇資料庫儲存位置旁的選項 將改變設定按下 編輯視窗中間就會跳出一個選單視窗 有三個選項可以設定分散儲存 基本上我們建議盡量不要將資料庫 做分散儲存設定 盡可能集中在資料庫的同一個儲存位置 避免造成資料儲存管理上的問題 以上說明內容儲蓬設備資源橋頂資訊提供 監聽設備資源吉態貿易月生企業提供 相關課程與詢問請至Facebook ProMedia TW 並非請至Facebook ProMedia 並非請至Facebook ProMedia 並非請至Facebook ProMedia